大家好,我是Leo 又很久不見了 上班時太忙太累 弄得都沒時間剪片 所以之前那幾條其實都在櫃桶底拿出來 現在到12月終於 正正就是我們Construction的修路時間 因為冷到連泥都很難挖到 正正因為這樣終於可以剪回之前拍下的影片了 在今年7月的時候 做了一宗挺有趣的工程 回想起其實都 應該是今年最辛苦的一宗 但又的確是非常之有趣 亦都不常見 所以都不要說這麼廢話了 一邊看影片我一邊VO 再講一下這宗工程 究竟有多有趣 有多不常見 去片? 今天來到一個新的西 亦都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有趣的西 不要說這麼多 大家一齊看看現在我們工地的狀況 看到這麼大一個洞就知道這宗是一個坑 讓自己跳下去的工程 但正正是這間公司非常之拿手的做這個Lateral Swimming Pond 或者你可以叫做Lateral Swimming Pool 沒錯啦 那基本上裡面就用了所有天然的物料製成 這裡看到就是一些沙 拿著這個貨車 運到上來這個西 都駕駛了一個多小時 現在開始就把所有沙都搬進去Swimming Pond 在做這個步驟之前 其實就是用那架Mini Excavator 挖泥機 就挖了所有泥上來 但是這一部分我自己就不在這裡 都在做另一個小子 所以就沒有拍到那些影片 拍不到那些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一來到的時候 就已經是和你們看見的一樣了 已經挖好泥了 挖好泥的一個桶 那麼現在這裡就是把所有沙搬下去 就鋪在那些泥上面 那大概鋪了應該有兩寸厚的泥 大概鋪了兩寸後的沙 看到左邊有個人 拿著東西 鋪著去 那個就是 做一個Laser 一個工序 就是當中 跟本身預計的 高度 有差幾遠 把所有沙搬到 下去之後就鋪平它 用回很簡單的用回Rick 接著再用回人手用的Tamper 這樣打緊它 大概就真的兩吋而已 那就不斷在確認那個高度 是不是真的我們要的高度 因為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已經設計好最終這個詞的所有東西的高度 譬如Bottom Level要多高 最後那些木要多高 那時候設計的時候已經設定好了 那那個Laser和那支棍 就是用來計算一下沙的高度 究竟是不是跟我們本身的設計一樣 鋪好之後大概是這樣 右手邊那邊是深了一點 因為那邊是一個深水跳水區 之後可以跳下水 那接著下一個步驟就是鋪這個Landscape Fabric 基本上就是給多一層保障 就不會沙子那麼容易走 或者流失 站在那邊釘這塊東西 其實要很小心 不要把本身的沙的形狀變形 所以都是站得很邊緣 很小心 免得那個扯波會破壞 那之後呢就是這張防水用的Liner 很可惜沒有拍到 去unroll 這張Liner的片段 這張Liner真的很重 要6個人排成一行 才可以unroll 可以將它拉進水池裏 鋪好 要6個人才可以做得到 而在這張Liner旁邊做事的時候 就要非常小心 因為一定不可以弄壞 一弄壞你就基本上要買過另一張 但是雖然這一張Liner的材料 質料其實都很難去弄壞 但是因為機器旁附近去做事 所以要避免這個問題就要很小心 在這裏就看到我們用Gloader 將Dullus Flour運進來 這些在BC運過來的Dullus Flour 實目非常之硬 也很難去腐爛 因為它的Density實在太密 基本上浸在水裡 10年20年都不會腐爛 作為一個Swimming Pool的Frame 外框就非常之有效 你看到最長的Dullus Flour 大概有24呎長的6x6 大概5.5吋乘5.5吋 因為它的實目非常之重 三個人搬都很辛苦 兩個人搬基本上是死了 這裏就是在量度的角度 因為它不是一個正八邊形 角度應該有少少出入 所以這裏就要量度好 然後就要拿回上來 沒錯啦 是要拿回上去上面 用這一把Bim Cutter 來鋸好它 因為你不想將所有木水 會留在下面 清理之後清理就非常之麻煩 你看到這裡鋸了一點 小一點木水都不斷飛出來 所以在上面鋸的確是會散卻之後的麻煩 那我們的鋸木專員 Hosei 基本上所有這個project 所有鋸木的工序都是交給他 因為他本身 除了一個carpenter之外 他也是一個 弄小提琴的專家 弄樂器 他也會弄這個結他 或者Yukulele 看看有沒有機會找他拍一集 DIY木製樂器 讓大家可以見識一下 怎樣去製造一把 屬於自己的結他也好 你看到他想鋸一個小小的corner 都起碼要三四分鐘 因為他這隻Dallasphere的木 實在太密度實在太高 所以馬鋸就算有多鋒利 都需要一段時間才鋸得到 而第一天就是在這個 不斷鋸木的輪迴中結束了 大家好 我們來到第二天的早上 那一場大雨 一開始 已經有兩座水了 現在自己聽到都覺得聲音很頹廢 因為那時以為攤水會阻止了整個工程 那我以為要抽走了一攤水才可以開始 但其實原來是不需要的 這不重要 這些會延伸 不,這意思是你需要剪刀 我也要剪刀 但我們仍然不會會用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認為這是我做成為那個失敗 有關 實際上 那就是有點低 但 crec 准就做到有多精準 因為大部分的設計ו biop 就只按相關这動作 同時間如果最底的部分做得不當 上面就一定做得不当 所以在发生這種問題之前 在底部就一定要做得最准 所以你見到我看看我用拉尺打來打去 由頭去打落底 就是要將設計呈現100% 高度的高度問題 它說量度到另一邊的木 高了一點點 因為說有一個crown在底 即是木彎起了 那個位置放在下面 所以選木的時候 或者選擇放在上面 就要很小心 crown這個問題非常之普遍 其實你去Home Depot買木的時候 選木的時候都要留意 有機會因為 水氣的問題會令到 整條木會彎 或者扭曲 這些木如果買回來 就需要用其他 工具去矯正 但是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和金錢 Anyway 先說回這個篩 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呢 基本上應該是看它 高了多少 如果高了1cm左右 其實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之後踏上去 其他木呢 都可能有同樣的瑕疵 有些木可能是 削多了少少的 那它 少了 那會令到整條木 矮了 即是令到整個frame 矮下去 那就沒問題了 但有時候 又真的沒有解決的方法 因為木 鋸了就是鋸了這麼多 那在木坊 那裡鋸的木 不會每一條都這麼正準 那通常你遇到它 5.5寸 畫圖就是畫5.5寸 但是它有機會是5.6寸的 那那些就沒有方法去改 那 但是在Landscape Design 或者Landscape Construction裡面 其實有一定的用錯率 因為我們用的很多材料 都很難去預計 它本身是一個什麼形狀 即不像室內設計 譬如瓷磚 你基本上是同一個 Dimension 同一個 大小的 那那些就可以更加很容易去 去 預測 但是譬如我們用石的 基本上每一塊石頭都不一樣 只要不是結構上的錯失 那做出來的成果 可能差一點 其實你是完全不會發覺到 看到這裡 近我們那邊 就已經完成了第二層了 第二層呢 其實是一條比較幼的2x6 大概1.5寸厚 你看到是特別不同的尺寸的 那由這一層開始 就需要 將它好好的和第一層穩固 那就要轉螺絲 轉進去 而在做這件事之前 其實就需要pre drill 因為那些木的密度 時候太高了 那如果就這樣轉螺絲 基本上都很難可以轉 所以就需要用另一個 hammer drill 來轉穿它 而你看到這裡 基本上已經是用 full speed 來轉的了 但它起碼都轉十秒才轉到一個洞 而每格大概一尺至十六寸 不是很記得 因為不是我轉 那 那 每格十六寸 梅花間 足上下上下 這樣各轉一個 那你看到這裡 的長度 那 就 要轉的洞 就非常之多 那另外 轉完之後 就要塗一些 spike 就是不是螺絲來的 要是 spike 那它就是大概一條十寸長的釘 那釘下去之後就可以穩固了第一二三條木了 那整個外框就可以很穩陣地留在這裡了 那 就一個人轉洞 一個人打釘 一個人鋸木 兩個人就可以搬一些木了 就是為什麼這個工程這麼難忘呢 其中一樣我覺得 就是因為 要在這裡不斷地搬這些木 真的容許我再重申一次 這些木真的很重啊 樂觀點看的是 上班的時候做dream 又可以做dream 又有錢收 又見識到一些新的工程 又學到東西 一舉四得聽到都開心 但是在這些不斷地搬運搬上搬下的情況之下 那條腰頂不住 就是不是力量上頂不住 是沒有這個endurance endurance是什麼 內力 就是要你不斷在這裡重複做一樣東西之後 那條腰不夠內力 就很容易弄傷 那些肌肉 拿起來一塊 因為它為了避免你要 要再用它這些肌肉 所以它拿起來不讓你再用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每天回家 用網球 不斷滅鬆回那個位置 或者熱敷 那就可以之後那一天 可以繼續搬了 整個project大概做了四個星期 最後那一天 應該去到七月三十一號 但是呢 還沒有計算 那一部分 只是完成了 水池 游泳池 那一部分 就是所有游泳池 泳 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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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呢 就全部在七月內完成了 但是還欠一個deck 就還沒有完成的 因為那個deck 是屬於另外一 crew人做的 那所以七月尾就沒有完成到那一部分了 那但是呢 劉泳池是還可以在七月尾那時候游泳的了 講少少我知道的價錢給大家知道 只是那些木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那些duglas fur的實木呢 就這樣起這個frame呢 大概是六千元 加紙 回港幣大概就是三萬六千元左右 聽起來好像很貴 但是除了這麼多年 二十年用 其實每年都是千百元 那你說貴不貴 就是見仁見智了 那你裡面的frame那些木 沒有理由 你用最差的木 然後它無緣無故 五年之後腐爛了 那整個游泳池就沒有了 那你工程費加起來加起來 其實 就很貴了 而它下面那張 Liner呢 就是黑色防水那張Liner 大家會猜多少錢呢 留言猜一下去什麼價錢 下一集就開估了 未訂閱就快點訂閱 讚好和分享這條影片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之後我會更新多一些 第二天就起到第五層 整個frame呢 就有七層的 但是因為go pro的電的問題 我只有兩顆電 那所以呢 它捱不到一整天 那所以呢 這裡呢 就是看到它起到第五層的時間 但去到這裡 都差不多拿我命的了 大概還有半分鐘 大家可以看看我怎樣死 我是Leo 我們下回繼續觀目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